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接受到外在的诱惑 而有所欲念 想要行动 它那个指呢 它是指在我们人体的各部位来做一个取向 这更加是以人体各部位做一个取向 像初遥呢 它是指在脚趾头 脚趾头 因为我们初遥啊 通常都是 实际不力或者力量不足 必须要沉浅的 所以说不要去做 二遥呢 它是更停止在 抑止在它的小腿肚 小腿肚呢 它想动 但是它又不能够自主 它是随着大腿啊 大腿的行动而行动 大腿呢 行动有错误 但是它又不能够制止它 还必须要受它的制约 非要跟随它行动 当然 当然了 心中有所不快 它要讲的就是在人世之间啊 对方的意见是不对的 但是呢 它又不听你的劝导 它非要这样子做 你不能够禁止它的行为 还要跟着它一起去做 这种当然是心里面会不愉快 三遥呢 它在整个初遥到上遥 六个遥里面 它是属于中间的部位 也就是在人体呢 接近是在腰胯这个部位 它的腰尺呢 它说更其线 线呢 就是一个界线 就是一个界面 上下之间的一个界面 我们知道两个不同的机器啊 它要能够互相通联啊 它一定要靠一个界面 它要靠一个界面的联系 才能够互相通有物啊 这个在机器上面 我们通常就要叫做界面 在人体上面呢 上体和下体之间呢 腰的部位 腰胯这个地方啊 属于是一个中间部位 也等于是上下之间的一个界面 但是呢 这个它说更其线 指的就是这个界面啊 被阻碍了 也就是造成了上下体啊 隔断不能够互通兴许 我们更进一步的隐喻啊 就是断结上下之间的沟通桥梁 它有这个意思 因为在人世之间 这一案的这一边到另外一边啊 通常我们是靠桥梁去 做一个沟通的 桥梁断了以后 就是不能够互通有物 就是不能够相互联系 在人和人之间呢 取向的话就是 双方之间沟通不良 沟通受的阻碍 不能够互通讯许 不了解对方意思啊 对方当然也不了解你的意思啊 更其线有这个意思 他说列其银 列呢 就是断裂的意思 银呢 就是连接上下之间的那个界面啊 它指的是界面 列其银就是指的这个界面断裂啊 就像是桥梁断掉了 不能够互通 隐身为就是沟通的管道啊 阻绝不通 那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第三句呢 这个摇齿第三句讲的是力熏心 这种状况当然是非常唯利啊 双方之间不能沟通信息 人和人之间不能够沟通意见 那就会互相猜忌啊 互相猜忌之下就会产生的对立 当然状况是比较伪利啊 熏心呢 就是有如烈火熏心 那种的话就是 就 就以实际状况来讲的话 就造成了焦虑不安的意思 有如烈火熏心 神前非常的焦虑 因为双方之间不能互通信息嘛 造成了坐立不安 焦虑不安或坐立不安 有这种现象产生 这个走山遥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讲的是双方沟通不良 双方意见不能够沟通 双方之间讯息不能够沟通 也就是不了解对方的意思 或是没有消息 不能够真确的真正的消息你不能够获得 有这个意思 小巷呢 讲的更极限 唯熏心也 讲的就是说啊 这种状况非常的唯利 唯利之下的话就有如烈火熏心 造成你焦虑不安 心神不定 有这种现象 中话呢 讲的是正叔叔 正行无神 也就是受到一个打击以后啊 生情没落 神情没落之下 如果你就此放弃的话 也不行啦 你必须要振作精神 正行无神 你只要是积极振作精神 积极的奋发向前的话 还是可以避免灾祸发生的 他还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护卦呢 他说复且成 致扣至 真令 他这个谣词的意义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讲说 就是说 你占据高位 别人就看到你占据高位 堵了他的通道 就想要把你排除掉 也有一个 他说复且成 也就是低位高占 那人家一定不高兴啊 一定会引来一些敌对的势力 也有一个就是说 你身怀拒之 或者身怀 怀有一些让你要寄予的一些珍贵的人事物 造成他人想要抢夺的意思 错话讲的是来对 来对的话 就是民不正言不顺之下 为了一己之私 而去跟人家接触 想要获得你的追求的目标 这样子当然是不利的 是不是好事啊 291签啊 他这个签诗也很有意思 他说 不知真消息 消息在这个签诗里面指的就是 你想要获得一些讯息 你获得的讯息呢 都不是实际的 不是真正的 不知真消息 也就是说 你获得的都是假消息 易经讲的是阴阳啊 讲的阴阳 他没写一句话 他另外一句话没写出来的 我们就要把它推理出来 包含了咬词也是这个意思 签诗 签诗或者挂咬词都是用这种方式书写 假象寓意又有阴阳两个面 你知道这个面 另外一个面 你就要把它推理出来 他说不知真消息 也就是说代表的 你现在所获得的消息都不是确实的 都是假的 消息末地来 末地啊 指的就是突然的意思 突然有消息来了 这个消息是真的 因为你原先都获得都是假消息嘛 你不知道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 当真正的消息来了时候 突然而来的时候 若是好消息 也就算了 他后面的签诗都会讲好啊 但是那后面签诗 签诗他讲的是越延越缘越缺夜 就是初一十五啊 越缺的时候啊 不许把门开 就叫你扫出门 门不开就是在家啊 开门就是要出去啊 也就是说不开门就是待在家里最好扫出去 在这几天啊 你最好扫出去 扫出去就避免你不希望的那个事情发生 你担心的事情啊 就不会发生 要是你在这个时候还常常出门的话 你担心的那个事情就会发生 我们担心的都是坏的那一面嘛 希望的呢 都是好的那一面 也就是你想 如果你想要避免失败 或者避免坏事发生的话 你最好这几天都待在家里面 这个时机过了以后啊 这个事情就会往好的方面转换 否则呢 在这几天呢 你硬是要出门 就会有不利的情形发生 所以说 消息末地来啊 指的就是坏消息 当你不知道消息 为什么会不知道消息 因为你双方之间的界面断裂啊 因为这个主卦的摇词讲的就是 双方之间不能够沟通讯息 戒面断掉了 有入境断掉了 你不能够到另外一边去 也就是不能够相互相互沟通的意识 这个 每一个牵丝啊 他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这样我就举一个例子 抽到这个牵丝有一个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女的 他先生呢 很花心 经常看到漂亮的女生呢 就要打情骂俏 就要想要勾引她 那他当然他太太当然也知道这么回事啊 有一次呢 他又看到他先生 当他面跟那个一个年轻女孩在那边打牵骂俏 呃 他就认为 很担心这个以后呢 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就跟他先生讲 他先生说 不会有这么回事啊 绝对不会啊 当然再否认他也不会相信啊 因为以前的呃 案例很多啊 所以说他就抽一个签 补一个挂 他跟 他就问 他先生跟这个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他不希望那个事情发生了 抽到这个签 不知真消息 也就是 你听到的都是假的 真的消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他们之间会不会走在一起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这个界面 沟通的桥梁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们之间到底状况是如何 当然真正有消息 你一获得的时候都是 不是好消息 绝对是 你不希望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的话 你最好把你先生看 看拐严一点 也就是初一十五啊 初一十五就是月圆 由缺到圆 再继续下去就要变缺 的时候 初一十五前三天后三天 像他当中那一天就是七天 两个七天就是十四天 就是半个月 几乎是半个月 也就是说 把你先生管严一点 尽量让他少出门 就不会 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不好的情形发生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之间到底会搞成什么样 主卦讲的是这个 那中卦呢 指的就是你曾经以前就遇到这种类似情 是受过打击了 受过打击的话 你还要积极 积极振作 要有所作为才行 你要去做一些防范的动作 那护挂呢 父且承担 指的就是说 你先生呢 是不要逃女孩子的喜欢 也就是容易 也就是多情啊 也就是容易被别人抢走的这种人 所以说你跟你先生结婚了以后 你就要常常担心了 会被其他女孩子抢走 父且承 致扣制 招来了一些盗贼 其实不是盗贼 指的就是 会把你东西抢走的这些人 来对呢 指的就是说 不管是你先生也好 或是对那个女孩子也好 也就是 名不正言不顺之下 为了达到一己的目的 一己之私 达到他的目的 不知李心无诚信 阿谀求荣 以逢言取悦的态度 不请自来的去一人接触 行事 有这种情形 也就是说 他们都有这个心啊 所以说 葡萄这个挂的时候 那个挂意呢 这个 这个牵丝的意识呢 指的就是说 你不知道情况如何 当有消息来的时候 肯定不是好消息 是坏消息 这种事情啊 是批肤无罪的怀避其罪 你都没有错 是因为你拥有的那个东西比较美好 而引起人家的寄予之心 而想要抢夺 指的就是 批肤无罪 怀避其罪 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玉石的人啊 他没有错 结果呢 他被人家 因为身上呢 攜带了珍贵之物 而被别人抢夺 搞不好生命都有危险 想要避免这个事情 发生恶果的话 就要 除以十五啊 前三天 后三天 尽量少出门 其实讲的就是 尽量少出门 避免别人寄予抢夺 只要一放出去 接触 接触到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知道 等到知道的时候 绝对是坏消息 这个签呢 我们把它定为中下签 我们看他那个六四摇 六四摇 他在这个 这个挂里面 是这个摇位呢 已经进入上挂 而且更上一层了 这个呢 他的摇词讲说 更其身 也就是视这个位置 可以代表这个人的整体 一个身体 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啊 对外 对外的作用就是言行嘛 他的言行是受到什么影响呢 受到视 听 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接触到外在的诱惑以后 引起他心中的一股欲望 表现在外在的行为 也就是视听言行 要抑止 因为我们这个 更为山这个挂 不是讲啊 在挂词里面讲嘛 要行其停 而不见其人 就算是你在外面 接触到五光时射 大千世界的诱惑 也要视而不见 眼睛啊 听到的 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虽然你都接触了 但是呢 你要视而不见 不受外在的诱惑 就你的行为举止呢 就不会有所失常 或者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他更其身 其实讲的就是一直在你的听 视听言行这部分 你能够把禁止不受到外在的诱惑 而谨言盛行的话 这样子就不会有错 他讲以身体来做一个代表 身体表现在外在的行为 就是言行 外在的行为是受到 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这个外在的诱惑 而影响的心境 造成他有这个言行 有这个行为举止 简而言之就是 人体不外乎言行两件事情 也就是说 该止的时候当止 当行的时候就行 言行举止要恰如其分 要自治而不忘动 要守口如品不忘言 能够做到心尽治安 就不有过失 不要受到外在的诱惑 孔子说 更其身 子诸公也 子就是义子 控制啊 诸公 公就是身体啊 身体里面就是言行举止 你这些方面呢 诸就是这些方面啊 你要自我控制 不忘言 不忘行 这样子就没错 否则一定有错 他告诉你的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他的中卦 他说 镇碎泥 也就是说 你有如陷入泥道之中 无法制拔啊 护卦呢 讲的是 解而母 彭治师父 他这个母啊 讲的是大拇指头 但是呢 其实他要 更深入的要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断绝小人 跟小人有所隔绝 这样子 梁鹏一有 他才会跟你接近的 要是你经常跟小人接触 绝对不会有正直的朋友跟你一起 在一起的 因为他 他看你所交的朋友都是狐群狗党 他 正直的朋友 他也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啊 当你是所交的朋友都是正人君子 或者是 以前有跟一些狐群狗党在一起 但是呢 现在全部都断绝来往了 你这样梁鹏一有 他才会过来啊 这个谣词要告诉你 就是要 要远离小人的纠缠 远离邪恶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梁鹏一有的信任很接近 这样子对你目标的追求才是有利的 错话呢 讲的是相对未灵啊 你这个喜悦是经过精心商议而来的 但是里面还是有危机 只不过你把这个危机啊 把它隐藏出来 隐藏住 不让人家发现 但是弄得不好 这个危机还是有爆发的时候 所以说 相对未灵 借机有喜 一时之间你可以把它隔离住 获得一些喜悦 但是 要是隔离不好的话 就会爆发出来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牵师讲什么 这牵师很有意思 而且牵师也蛮长 要是你脑筋转得不快的话 不能够灵活通权答辩 不能够有推理的能力的话 你就不了解他要告诉你什么 他说火旺处要不疲 这个疲劳的疲 水深处要不呆 呆瓜的呆 我们现在首先要了解 火旺和水深呢 其实就是水深火热的意思 水深火热 我们通常都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的是危险的地方 容易惹是生非的地方 或者是潜伏的危机之地 水深火热之处 都是代表的危险之处 因为水 砍挂就是水 水就是代表的危险嘛 火呢 水火无情啊 因为它 它会造成人命的损伤啊 所以说 从古到现在 都以水和火代表的危险 火旺处要不疲 这个疲啊 当我们一个人很疲倦的时候 疲劳疲惫的时候 你想要什么 想要休息 休息就停在那个地方不动嘛 如果你走的话 走得很累的时候 你就要想要休息停在那个地方啊 他说不疲 指的是什么 在危险的地方 你不要停留太久 你不要停留 要赶快远离啊 要不疲 不疲就是不要休息 因为疲劳一定会休息 停在那里 但要不疲就是不要停留在危险之处 水深处要不呆 呆呢 呆的反应呢 指的就是要激灵嘛 敏捷嘛 那呆呆的人就是脑筋迟钝啊 反应迟钝啊 他叫你不要呆 就是要你机灵一点 眼睛要放亮一点 呆呆呆的人啊 就是什么事情就是慢半拍啊 看不远啊 没有远近啊 他叫你不呆 就是要激灵 敏捷 眼睛放亮一点 不要停留在危险之处 那代表的就是你占谱的时候 所问的这件事情是具有危险的 危险性的 你要激灵一点 眼睛放亮一点 不要停在这个地方 不要有所逗留 但是你逗留了没有 你已经逗留了 你已经停在里面了 他说 要是你已经停在里面 你已经有所损失 已经陷入 因为这个 这个挂里面啊 中挂里面有一个正碎泥 有如陷入泥澜的这个像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先看他 到头当着梁 他说到头 就是最后关头啊 你要好好的 仔细的考虑 清楚 斟酌考虑 慎重思考 斟酌考虑 到头最后啊 误得惹他灾 他讲他灾 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你已经有灾了 如果你还现在里面 还要想要进一步 想要获得你想要的利益的话 那就会 另外一个灾害又产生了 你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有所损失的 危机已经潜伏 中币有所损失 但是如果你还想要进一步 想要获得你的利益 那只是更进一步的伤害 他灾 就是已经有了其他 已经有了灾害 不要惹出其他的灾害来 已经受受害了 不要再受害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那你就会马上了解 有一个人不认识 他打电话来 问了 他说 他现在是在一个机械工厂 做螺丝的机械工厂里面啊 跟人家合伙做这个生意 但是也没赚到钱 他已经投资下去了 已经没赚到钱 现在那个老板呢 叫他再出资 出资以后一定赚钱 他到底要不要出资 再投资下去 投资下去会不会再赚钱 抽到这个钱 火望出药不皮 火望水深 指的就是 你现在这个工厂啊 已经是水深火热 已经是很危险了 你当初投资下去 钱都没赚到 还白做了那么多时间 已经受到伤害了 那现在还要叫你投资啊 那会更加的受到伤害 你不要以为老板啊 告诉你 讲的这些甜言蜜语啊 让你好像高兴的 其实他把里面的危机啊 隐藏 隐盖的很好 这就是 错话里面 商对未领 借机有喜啊 你现在已经陷入泥脑之中 想要脱离 也难以脱离啊 如果你再投资的话 到最后 你就是又有一笔损失 不但前面的钱捞不回来 没赚到 后面的钱也要不回来 所以说 葡萄这个挂 代表就是 现在 竹挂讲的叫你就是 不要妄动 不要去做 因为他叫你更其身啊 指的就是言语即止 不管你做什么 都不要去做 那是最好的 这样子就不会有错 要是你去做了 有所行动 就是有 有所过错 有所失败 有所损失 你问赚不赚钱 那就亏钱嘛 要接近一点 眼睛放亮一点 不要停在这里面 你前面投资的 已经投资拿不回来就算了 你不要再投资了 否则 还会有损失 这个话讲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该指就指 言行举止要恰如其分 不要受到外在的诱惑 不要听 不要看 听到别人告诉你的 这都是好像很好的 受到诱惑 然后去有所行动 要自治而不妄动 心尽自安 就能够 没错 这个是九四摇 讲的就是 言行举止 包含的 不要受外在的诱惑 我们看那个五摇 五摇的话 它更像 在人体来讲的 部位来讲 更 往上更深 更上一层 已经到达了 嘴巴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 它这个摇词 它说 更起腐 腐就是脸颊 其实讲的是嘴巴的意思 口的意思 停止在 嘴巴 也就叫你要谨慎 要守口如瓶 不要乱讲话 该讲的时候讲 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 更起腐 只是嘴巴要控制一点 言有序 假如要讲的话 也要有条有理 有条不问 言之有物 先后缓急要注重 啊 这样子就不会有 后悔了 其实它叫 这个摇词 它要告诉你的 指的就是说 或从口出 如果你不知道 控制你的嘴巴的话 你小心你要或从口出哦 说 与其出言不善 不如不说 就算是要说 也要几经思考 该讲的时候讲 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 言之有物 言而有序 有条不问 尘世分明 恶言不出一口 啊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悔恨的情形发生 所以说 这个摇词 它是以嘴巴 来做一个取向 叫你谨慎 你的言语 啊 小象讲 更欺负 以忠正也 它也不是叫你从头到尾不讲话 不要说是谱到这个摇词以后 你变成哑巴 也不是 它是说 要控制你的嘴巴 不要妄言 要子 要子 那子的标准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合于中庸之道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 不要讲 所以说 它以中正 以中庸之道 去做一个衡量 你讲话 该讲的时候讲 不该讲的时候 不要讲 也就是说 这个葡萄这个摇词 小心祸从口出 一切的祸害 都是因为乱讲话而造成的 也就是 可以说是 不要轻率的承诺 否则 必定有悔 因为有时候 人 喝完酒 一高兴 就开始讲大话 没问题 这包在我身上 绝对会兑现 结果到时候再考虑一下 糟糕 没办法兑现了 做不来的 你根本没有达成 这个目标的这个能力 或者这个条件 讲出去就后悔 后悔就已经来不及啊 有些事情 是无法挽回的 一种就是 说出去的话 你再追也追不回来 已经听到你的耳朵里面了 如果说是 你注重诚信的话 就要谨言圣行 讲出去 做不到的就不要讲 讲出去一定要做到 如果做不到又讲出去 那你的诚信也会受到别人 别人的打一个折扣啊 就没有诚信了 这个中话讲的是 正往来 利 往来就是两个 一下这一个 一下又来一个 都会造成你的状况非常危险 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先后而来 会造成 你状况非常的危险 但是呢 你只要谨慎一点的话 抱持的 抱持的戒慎恐惧的心理的话 小心谨慎 自我反省 检讨改进的话 至少还可以保本 不会有更坏的情形发生 重有损失 也不会太大 至少还可以守成啊 护卦呢 君子唯有解 及有福于小人 他讲的是说 小人啊 他就 就是想要跟你攀 攀扯一些关系啊 你想要断结这个小人关系的话 不要受到他人纠缠的话 你就要让他 你就要意志坚决啊 让他 让他彻底死了这个心 他才不会纠缠你 否则你讲话 嗯 每次讲 讲个吞吞吐吐的 或者是说 不是很坚决的话 他认为还有希望 他就一直纠缠 纠缠到底 他还会心存侥幸 他这个谣词讲的就是说 你要断结这层关系 因为对方是个小人 小人 他不一定真的是小人啊 也就是对你不利的人啊 他纠缠你的话 你想要断绝的话 一定要让他 彻底的了解 你 你 绝对不会有希望 那他就会使掉这条心了 错过呢 浮于波 浮于波指的就是对方啊 跟你很亲近 但是他为了掩饰他自己不良的企图呢 他用花言巧语来蒙蔽你 蒙蔽你 那你太过自信认为 我绝对不会被骗 结果最终又被骗了 你只要心存警惕 不要再受其迷惑 状况很危险 你就要心存警惕了 整个来讲 逐卦加上其他副卦 孔明先生用签诗做一个表达 假象 我们已经讲的是假象寓意啊 这个象是什么 象就是这个挂窑池的挂象和挂窑池里面的毅力 还有它的象 里面 这些象 这些象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在借的一种类似的一种事物啊 做一个取向 来表达出来 我要告诉你更深一层的意义 这叫做假象寓意啊 所以说这个签诗 他用大雁来做一个取向 他说 冰雁绕湖入成地 冰啊 就是克的意思啊 冰雁 也就是说这个大雁 他不是生长在这个地方 他是外来的雁 他原来出生地不是在这里 他非到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个地方 哎 我可以有所作为 他来这个地方 想要有发展 有所作为啊 冰雁绕湖 绕湖当然就是说 像这个大雁 他要停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会从远处飞来 就一头栽到那个地方下去 危险都 有没有危险都不知道 地理环境都不知道 他就往下跳的话 也容易危险 他这个外来的雁 他要想降落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一定会在上空啊 先绕行几圈 观察地心 再看看有没有危险 是不适合停留 最终他会觉得可以的话 他会下来停留 绕湖入成地 他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像是我们如果一个人的话 到外地去抹生活的话 他在那边要去之前 他先去考虑一下 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啊 考虑清楚以后 他才会去那个地方去做 开拓他的领域啊 发展他的事业啊 行建功勋 行建功勋 功勋 功勋 指的代表着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有成就 我们才会叫做功勋啊 而且是蛮大的成就 才能叫做功勋啊 有功勋才会有勋章 功勋 功勋 指的就是 有很大的成果 当你有很大的成果的时候 你就早点回到你原来的地方 早回成 早回 早点回到原位 因为他是 他是客 他是到外地 外地 结果发展 有所成就 就回到原地 回到原地以后 他后面一句话说 贪念终非世人福 后续的发展呢 如果你心中有贪念 这个贪什么东西啊 你问钱就是贪钱 你问色就是贪色 你问什么就是贪什么 就是有了还想要有 就是要贪啊 我们每一个人啊 每一个人啊 他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 也就是说 基本的生活条件 基本的配偶和基本的什么什么什么 你已经有了 你还想要有 都叫做贪 贪念终非世人福 那如果你是问了感情话 就是其人之福不是福啊 他要告诉你的意思 贪念终非世人福 已经有了还想再有 莫叫鸡物 会相争 鸡啊 家鸡 叫做鸡啊 如果说是在山里面那个山鸡呢 我们不叫做鸡啊 我们叫做质 所以说鸡都代表是家里养的 物呢 叫做水鸭子 野鸭子 野鸭子 它代表是野的 鸡呢 既然是家里养的 它以它为主啊 外面是野的 它当是福啊 它由主从正父之分 如果你问了男女的话 就是 原先的那个 第一个 原先交往的 如果有两个女朋友 它一定有一个先后嘛 原先的就是 取向就是这个鸡 因为它是正 它是主 家 啊 后面第二个呢 是因为后来的 所以说是外来的 富的 啊 不管你问什么 这个鸡物就代表的正 负 啊 内外 主从的意思 就完全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因为你贪 原来已经有了 结果你还想要 原来有一个鸡的 还想要有个野鸭子 那是 我这样是这样 照字面讲 其实就是说 原来家里有一个老婆 还要外面交一个女朋友 意思是一样的意思 如果你已经有了工作 结果还要想要一个兼差的 啊 那也是啊 鸡物啊 会相争 也就是因为你贪恋 它不是福啊 它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说 这个鸡物它们 主从之 会造成主从相争 啊 正 负相争 那 那为什么会相争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别人那么好骗吗 因为你轻率许下你的诺言 但是你又不能够兑现 因为嘴巴乱讲话 那个主话讲的是 要更欺负嘛 和恨就可以消除 结果这个鸡丝 这个在那边 大老婆 小老婆在那边吵架 那你就后悔了 没吵架的时候你很高兴 吵架的时候你就很后悔 后悔 那因为你为什么会吵架呢 是因为你轻率地许下你的诺言 那你跟谁许下诺言 当然是跟小老婆许下诺言啊 结果呢 你就后悔 因为这个牵施是不好的 因为主话讲的是说 你讲话要能够 呃 该讲的时候讲 不该讲 不讲 不要轻率许下诺言 你没做到 你做到负面的 所以说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 他那个 谣词是正面叙述 悔恨就可以消除 现在有悔恨呢 你就是没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推理 你是轻率许下你的诺言 所以说才有后悔的情势发生呢 后悔的情势就是主从相争呢 中挂里面正往来历 正往来历 指的就是经过一个打击 又一个打击 在家里被太太骂 而再出去又被小老婆骂 呃 呃 呃 状况很 被小老婆逼 呃 所以说就状况很为例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自我反省 监讨改进 力图振作 虽然有危机 但是可以安然度过 就算是有所损失也不会太大 至少还可以保本 保本的话值得 就是至少你的婚姻可以保持下去啊 呃 由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是你要问 有有这种情形的话 呃 他担心他的家庭会破碎 那不会 因为他说至少可以保本啊 啊 婚姻不会破碎啊 啊 互挂里面的君子无忧解 又服于小仁子的就是说 你要跟这个小老婆断结关系的话 断结不良的关系的话 你一定要意志军决 态度坚定 让他特徹底使得这条心 这样子才能够祸及啊 呃 对威哲的话 服于不良的关系的话 你一定要意志军决 态度坚定 让他特徹底使得这条心 这样子才能够祸及啊 呃 对威哲的话 有力 福一波指的就是说 小老婆说 哎呀我她很爱你啊 怎么样子 讲一大堆 其实她也不一定是真心的 她可能念有目的 这个千诗呢 因为她这个千诗取向 她是七人之福不是福的 她念中非世人福 有七人之福不是福的这个向 又有积物会相争 那有是男女之间的祖从相争 所以说 她取向是用这种方式取向 那前面呢 又指的就是说 行政功勋早会成 当你在外面 已经有所成就 你回到原来的地方的时候 小心会发生这种类似情形 你只要注意 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稍不注意呢 就容易 是非皆因轻率承诺 以至于遭灾惹祸 造成内外祖从正负之争 最终会变好 是易经的一个规律 但是六十四卦里面 不是说每一个卦都是有这种情形 我在前面有讲过 特别特别说明这一点 是在哪一个地方 我看看 我刚刚上次才看过 这种情形的话 它这个更卦 因为它是尖三 它是三 只要是更卦的话 上卦是更卦的话 它通常最上一个摇 摇词 它的摇词 摇曳都是好的 因为它是有厚重的意思 山比那个土还要厚重 蹲指的就是蹲厚直 蹲更指的就是说非常厚 善是善终 不但止于时也止于终 其实要告诉你 就是坚持不变的 因为这个更卦讲的就是止 止呢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一开始不要做 就始终不要做 你不要半途而废 一开始 还有一种叫止于行 止的就是一开始要去做 你就一直坚持到最后 也是要做 那到了这个上九窑的时候 代表就是说 你能够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 不管你是要做不做 也就是说你都没改变 所以说这个蹲更吉指的就是说 不受坚持到底 不受外在的影响 而有所改变 也就是不变 坚持从头到尾都不做任何改变 坚持到底 它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孔子的小象说 蹲更之吉以后宗也 后宗指的就是善事善终啊 一开始不做 你从头到尾都没做 一开始去做 就坚持到底 一直做到底 这个叫以后宗 也就是你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改变 你原来的志向 我们这个摇词呢 它的精髓的意义就是说 你不做任何改变 坚持到底 从不改变 有这个象在这里面 那我们来看看 郑维雷 宗挂 宗挂就是当碰到一些危险的时候 你呢 六神无主啊 不知道如何处理 如果不做任何改变之下 继续往前行 一定会有坏的结果 如果你能够事先防范的话 就可以免灾 他有这个意思 那护卦呢 公用社准于高拥之上 获之无力 他 看他这个摇词 其实要告诉你的 意思是说 你的目标很高远 不容易获得 如果你想要获得 你要随时做必要的准备 才能够有获得的机会 否则是不可能获得的 错过了呢 讲的就是 受到外务所有 心中想要得到某一项目标 花尽心思 去逢迎取悦对方 不过你所做的任何努力啊 都可能是白费功夫 很难达成目标 因为对方不受到你的引诱 对方不会改变他原来的态度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谦诗 谦诗讲什么 天上风 天边月 天上的风和天边的月 他这两者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 毫不相干啊 也就是说风和月不相干 你我之间不相干 月白风轻 月白风轻的话指的就是一清二白的意思 也有就是一清二白两者毫无瓜葛的意思 两两相当双方的 又有这个相 代表的就是两个都是势均力敌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谦诗啊 他倒不是给你讲的告诉你的意境 他是告诉你很多相在这里面 如果你问 如果你问的话 不管问什么问题 也就是对方不会改变他原有的态度 你们两者之间毫不相干 不能相互影响 你想要达成你的目标是都不会成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想要引诱对方 能否成功还要视对方的定力如何而定 你到底能不能达成你的目标呢 还看对方的定力 对方定力不足被你引诱了 你就达成你的目标了 但是呢 很难达成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公用设准于高拥之上 目标高远 不能够达成 又有一个对方始终 至始至终都不为所动 你不能够影响到他 他坚持到底 从不改变他原有的那种志向 也就是说不受你影响改变 所以说才有双方之间毫无瓜葛 两者之间有一千二百 不能够交相引诱 毫无瓜葛之下 而且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这个签呢 我们把它定为中中签 上个签呢 我们把它定为中下签 两百九十二签呢 我们把它定为下上签 两百九十一签呢 我们把它定为中下签 好 今天讲到这边 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老师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一两百九十一签 哦 他是说越远越远越远越不及不开 就是说 你说你担心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你都不要去做 是不是 还是说 还是说 那个时间 就是说你必须要很谨慎 你就必须要很谨慎 然后 因为这个他不能控制啊 我的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你的意思不是不对的 我跟你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知道消息怎么样 也不知道 不管你问什么问题 就是你不能够获得消息 因为你沟通的管道已经断绝 你没有办法获得消息 当你获得消息的时候 一定是坏消息 如果你想要避免这个事情 不要变坏 你坏的情形不要发生 你就尽量扫出门 我就这样你了解吧 OK 就是你进 反正你就说 你也没办法控制 你也不知道 对 你就是待在家里 不出门就没事了 OK 就是他只要少出门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阻止这些 不好的消息 那月圆月切月 就是初一十五 前三天后三天 总共是七天 二七十四 十四天半个月 也就是有一半时间 尽量不要出门 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 出门一定会把那个坏事 把他引诱 让他发生 这个就是说 出门才会造成坏事 躲到家里的话 是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OK 那只有那段时间不要出门 其他出门就没问题 对 因为他讲越言越缺业 对 OK 好 这个我总了 谢谢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老师 我是Linn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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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练四摇 指的是全身 集于全身 他听 四听言行 那练五摇 讲的是 言语要尽碎 所以说他是两个摇 最基本的部分 重点在哪里 更其身啊 他讲的是全身 全身的话 我们就要推理啊 全身什么东西呢 要不是脚趾头 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对外啊 对外的表现 就是言行嘛 对不对 言行举止嘛 言行举止 那言行举止 我们对外言行举止 都是受了心理的控制啊 心理呢 都是你接收 用眼睛和耳朵 接收外在的讯息以后 你做一个判断 然后呢 才会下个 下个 命令 你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 因为我们这个更话讲的就是 行举停 不见其人 也就是说 你要做到 就算是你接触在外在 五光石色的外在 也不要受到外在的诱惑 要视而不见 指的就是说 你不要受到外在的诱惑 眼睛 你看到 但是也不受诱惑 耳朵听到也不受诱惑 你这样就能够控制你的言行举止 行为的意思 其实讲的就是行为啊 行为包含的言行举止嘛 言行 你嘴巴讲的和你行动的 这都包含在这里面 那 293千这个六五窑呢 它是针对的是嘴巴 不要乱讲话 嘴巴要有所控制 那你说 那我当哑巴好了 它也不是叫你当哑巴 它就是说 你要讲的时候 要合乎中庸之道 过于不急的不要讲 不要超过你的范围的 也不要言不及意 言不及意就是不急嘛 那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还要做一个保证的话 那就是轻率的承诺 那是过了 它只叫你心中庸之道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就不要讲 讲的时候要有条不问 要条理分明 要有一个秩序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 否则乱讲话 就会惹祸 这个祸从口出 它在这里面呢 针对的是嘴巴乱讲话 会惹祸 那这个前面呢 包含的 你听到的 耳朵听到的 眼睛看到的 不要受到诱惑 你就不会有一些的 言行举止 行动 这个行动是要禁止的 叫你不要去做了 我这样讲了解吗 五窑是强调的是嘴巴讲话 那四窑呢 强调的包含的 烟心举止 好 这我懂 谢谢老师 好 昨天 就是上者摇 摇石的意思 就跟整个怪异很像 它是不是又回到背部 它好像就回到它主要那个挂石的意思 你知道它挂石的意思就是那个 呃 的齐背 嗯 就是它回到 又回到北部的意思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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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整个摇石一路走上来啊 它没有这个意思 它没有这个意思 墩呢 就是厚重的意思 厚重的就代表累积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山呐 这个山呐 这个山蝶山非常的厚重 也就是说 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呢 这个是很厚重 也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挂 讲的就是指嘛 这个蹲更 这个指呢 是非常的厚重 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处于最后一个摇 因为我们这个挂意讲的要善始善终啊 你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指有两种 一种是指于行啊 一种是指于止 就是说 不该做的 你一开始就不要做 但是有些人呢 说啊 我不做我不做 那后面又开始做啊 那等于没做 那那不是止嘛 你刚开始没做 你再半头而废嘛 就是中间又开始改变 又跑去做了 这种就是不能善始善终啊 从头到尾不是一致的 那有一种呢 就是该做 它一该做 那有些人呢 做了一半又不做了 那也不能善始善终啊 这也不是我们强调的 我们强调的是要善始善终 不管你该做还不该做 你都是从头到尾 你都要一致 不该做 你就从头到尾不该做 该做也要从头到尾该做 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 都能够做的是一致的话 到了最最终的时候 你就已经等于是个山一样 累积在那个地方 很厚重 代表的就是说 你从头到尾都是善始善终 没有改变你的意图 他要告诉你 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指啊 是很敦厚的 急 这样子就急 也就是说你中途变 变卦了 那就不急 只要是中途不要变卦 那就是急 那所以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咬死要强调 就是坚持到底不受 从不改变 那所以说 这个 千诗里面讲 就是说 两者之间 你是你 我是我从来没有改变 虽然你想要引诱我 但是我不受你引诱啊 我一开始不受你引诱 我从头到尾都不受你引诱啊 所以说 两者 一清二白 毫不相干 没有 互相引 无法互相引诱 的 有这种意识存在 我想怎样了解吗 嗯 了解 嗯 了解 谢谢老师 好 还有朋友要问问题吗 老师我可不可以问几个签 好啊好 第一个 272千 为什么 啊 我一个客户 他当时要我们那个房子 后来他觉得大钱太贵 他就 不买了 但是可能一个月以后 又找他 他就想买了 但他就冲这个签说 到底不会买成 你的客户跟你买房子 还跟谁买房子 不是跟我 他跟 他跟 你的客户 原先想要买这个房子 但是因为嫌太贵 结果 没买 那现在他又想买 他则问 能不能买成 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屋主要找他 对 可能 可能降价了吧 可以买成了 他是说 要快一点 集起行 集起行 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在那边拖一拖的话 那个价钱又要变了 也就是说 他讲集 也就是说 这个有时间性 你没有掌握到这个时间 就不能达成你心中的那个好的那一面 如果慢一点就坏的那一面就要出来 那从你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们来个判断的话 既然是说 好现在又要开始大家来交易了 交易以后 你问能不能买成 那可以 在这个时候 你 谈的话可以谈成 但是呢 过了这个时候 你以后说是 我现在不要去 我希望他以后再降一下 他以后不会降价了 不会降价了 然后你这样买的话 就不能达成你现在的 这个价钱买得到 前途去截同盟 截同盟的话 指的就是说 他这里面讲的 他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你 你去 你可以跟别人 也就是他 他可以跟别人商量 听听别人意见 但是做主还是他 他去做 他会有好的结果 实测好标明嘛 吃手擎天柱指的就是 最后的判断 最后去执行的是他 但是呢 会有人跟他出主意 出主意以后 他去做了 会有好的结果 OK 嗯 实测好标明 他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是不是 对啊 因为他取的像 是最大的像 最大的像 我们人在 人在世上 就是能够 呃 能够留有好的名声嘛 最好是能够 呃 你买到这个房子 那你买成 那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你要的那一面嘛 他这个像 除了最大 但是我们不能说是 我买这个房子 会真的实测 可以标明 哪那么好的事 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取最大的像而已 我们要 范围缩小 缩小到你的范围 你问的问题的范围 那这个 那这个 知首勤迁迁处 是不是说 就是他 自己的力量 个人 他实际行动 是靠他 你都没有看那个 第一本 第一本书上面 我都有解释 那个签诗 足字解释 知首勤迁处 知首值得就是 因为他前面讲 那个截同盟嘛 截同盟的话 一只手的话 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话 绝对不会是 只有一只手啊 那 知首的话就是 单个一个人啊 指的就是 靠他的力量 啊 这个同盟呢 只是 人家帮他出主意 但是 不会帮他去行动 行动是靠他 个人的力量去行动 他而且能够 获得成功的 OK 好 好 谢谢 好 第1个签 383 3 383 对 对 对 你问 对 这问是上次我女儿 她不是抽签说 她可不可以找到那个 潘汉 结果抽到 她说可以吗 结果她真的找到了 嗯 然后 但是她说 一直没通知她什么时候上班 她就在抽这个啊 这可不可以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上班 可以上班 我们问问题的时候 不可以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可以问 这个礼拜会不会上班 她就讲这个礼拜 那这个签也是好签啊 这个签的话她只问会不会上班 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上班这件事情 上班这个事情的话 她要过一段时间 因为啊 她当初人家通知她的时候 说是她录取的是不是 对 那她没有追问 就是说什么时候上班呢 预定什么时候上班 她就说等候通知 等候通知 这个通知呢 一定会晚 因为她这个里面有一个九花山顶 爬山呢 她不是一下子就爬上去的 她是有一段迂回曲折的祈福 是蛮辛苦的 也就代表的就是说 不是那么快 但是一定会去上班呢 OK 所以她最后说去前行 就是说一定会去完成 一定可以完成她的 对 你现在问的是说 什么时候会上班 其实她讲的 就是 会有一点曲折 会蛮辛苦 也就是说 等的是稍微辛苦一点了 她也就是说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如果说是你问别的话 她这个 这个牵丝 还有挂腰词的意思 不是这样解释 她这个牵丝 最主要解释就是 你 一定要 忘掉 忘掉你尊贵的身份 一定要 放下你的身段 这样子才能够获得幸福 她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取向 也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问题 我要 从这里面找哪一件 意理或像素来答复你这个问题呢 这只有一个九花山顶 九花山顶的话 你的目标的追求是在山顶上 山顶上 你现在在山下面 你要到山顶上 山顶上就是你要追求的目标就是上班 但是你从山顶下 要到山顶上的话 一定要经过一段 迂回曲折的攀爬 蛮辛苦的 路途也蛮遥远的 所以说 我们由此判断 可以由这个向来判断 从现在开始到上班 有一段时间 而且等的也蛮辛苦的 但是最终还是可以上去上班的 所以说短期之内是不会有的 OK 嗯 好 谢谢老师 嗯 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老师 不要问他有空的不大 嗯 这是 雷森塔有点小 没有想象中的大 所以 都比他还蛮好 都不错 都平安 出乎意料的 比想象中的小很多 老师我可以再问一个签 好 他254 问什么 嗯 我一个朋友 因为他跟 他想那个 自立门户 他本来在家公司上班 那可能跟 主管有一些 不愉快 那他想自立门户 这个切好不好 他们是什么公司啊 嗯 就是销售 嗯 254千啊 如果他要自立门户的话 长时间 都不能达成他心中所愿 他说 以碎心头愿 使之自欺身 这一句话 讲的是什么 一路上 你都感觉不出来 你已经达成你目标了 一定要等到最后啊 成功的时候 你才说 哎呀 我竟然成功了 在没有到达最后的时候 你都很辛苦 就是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 你的前景 看不到你的成功 但是呢 你一直 你只要一直朝向这个目标前进 杉杉需把握 值得就是目标 杉杉其实讲的是目标 如果你把握住这个目标方向 还有相关的要领的话 朝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话 最终一定可以达成你的目标 不过要 拖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途呢 你 不是说马上就可以看到 到最终才可以看到 你的目标达成 所以说 会比较辛苦 那在这里面 他足夸里面讲说 须于杀小有言 指的就是说 其实他不一定要出来自立门户啊 他虽然是 现在面临了有一些危险 但是这个危险 并没有 马上 有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难免会有人对他有一些怨言 只要 他 只要他 正定如常 从容以待 不要为对方所激 那就 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下去 如果说是 那个主官稍微讲理一下 你就 就开始 心里不舒服 受他所激 然后要自立门户 自立门户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 他只要在那边 好好的待 其实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在这个中华里面 在这个中华里面 不客宋归而不 也就是说 他跟那个主官啊 对立啊 根本就斗不够主官的 啊 以下送上 以弱敌强 难以取证 他中途而退 想要回到自己原有的单位 啊 其实呢 这个护卦 欲主于相 指的就是说 你不要用你原来的那种方法 把态度直接去跟主管应对吧 你这样子就是鸡蛋碰石头啊 大一定会你输啊 你要用迂回的方式 曲折迂回的方式 稍微委婉的方式 还是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啊 就不要去硬碰硬 稍微婉转一点 迂回曲折一点 不要太直接 那 那他问他自立门户可不可以 但是自立门户啊 他一路走来都会 客观环境 面临的客观环境非常的恶劣 让他 不是那么愉快 但是呢 朝向目标一直往前走 还是可以达成的 不是那么快啊 但最终才可以达成的 自己 让他自己去做一个衡量 你要在自己原来公司里面 改变你的态度呢 稍微忍耐一下呢 其实也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你硬要跟他敌对呢 你一定敌对不过他 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方式 你继续做下去 还是可以 你要套出来也可以 但是呢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蛮辛苦的事情 而且拖很久才会成功的 我这样讲了解吗 嗯嗯嗯嗯 所以他又抄了一个签 是说他跟这个主管 关系会不会变好 嗯 其实就行 如果继续待下去的话 他本身呢是不行 他想要和好 但是光靠他本身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靠别人 从中间斡旋 能处合或者调解一下 宜藏春风 这个呢 大家都高兴 双方都高兴 他的能力啊 是不行的 呃 在这里面来讲 呃 由于对方因素造成 现在的环境十分恶劣啊 嗯 但是呢 你 他要记住啊 因为他是长官 你 你跟他应对的时候 你只要抓住要领 以不偏激 不武断 不采取激烈的手段 要留一点余地 当时长官他的面子 一定是比你部署的面子 要大一点啦 你不能不给人家长官 留一点余地 或不给人家留一点面 这样子都不行的 你用中庸之道去行事 这样 这样子就没错了 啊 他这样子的话 他他就对方也会改变他的行事态度啊 那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短期之间是不能够 把它转还 但是呢 你只要保持接触 继续下去 最终 他还是可以随到渠成 大家双方之间的关系 还是可以改善的 这个户卦里面讲的利剑大人 指的就是说 他要找一个 一个人啊 从中斡旋一下 其实很简单的 嗯 老实讲 如果他能够掌握要领的话啊 掌握住要领 就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其他贵人或长官 或者是大人物 来帮他调解 因为要和解的话 因为两个人冲突 一定是 各有错 大家都有错 只不过每一个人都在讲对方的错 自己的错从来不谈 这样子 这样子才会产生对立啊 如果你有些人要和好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就不讲他 主观的错 先讲自己的错 先跟他道歉 我那个地方态度 那天我态度很不好 我确实错 你讲我的错我都认啊 我也不讲你的错 你只要先讲 他一定会 他自己也知道他有错哪里哪里 他也会讲自己的错 每一个人讲自己的错 不讲对方的错 这个马上就和好了 先大错的人先道歉嘛 先错的人先道歉嘛 但是你是不熟的话 你先道歉也不丢脸啊 这样子马上就好 那但是你每一次在那边争吵的时候 都是讲对方错 那好啊 自己的错从来不讲 那这个是那种没完没的 你是以弱敌强 以下送上 吃亏一定是你 那最后一歌一曲 一歌一曲就是大家都高兴嘛 就有好的结果嘛 也就是说他可能做不到这一些 心有余 但是没有 有心无力 有心作为 但是力不从心 也就是他不知道这些方面 如何去作为 那一定要去中间人 调解人 他就会帮他调解一下 那调解人的话 我是调解人的话 我一定会 先叫他 自己先认错 因为你是部署嘛 你认错不会丢脸啊 对不对 你就你错的部分来道歉一下 你不要为整个事件道歉 对不对 这样子他可以接受啊 一做到这一点 对方也会为他自己的 自己错误的部分 做一个道歉啊 那你又去跟他道歉的话 那这个事情 伸手不打笑脸人啊 那马上就和好了 对不对 对